9月15日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在国台办新闻发布厅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针对民藏当局近段时间的谋独言论和小动作展开回应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于8月31日在所谓安全对话上将大陆称为邻国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强调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 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民藏当局抛出夹带所谓两国论的言论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 肆意的挑衅邪恶的行径 必将招致正义的行动 另外民藏当局近日频频炒作入联议题 试图通过其所谓外交盟友 帮助获取加入联合国的支持 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还频频投稿美国、加拿大、立陶宛 和韩国一些媒体 炒作称是时候让台湾和联合国合作了 朱凤莲对此表示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兼国际组织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根本没有资格参与 民藏当局借机炒作 目的是想搞台独 纯属痴心妄想 注定失败 除了对外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外 民藏当局还不断向台湾民众 灌输仇视大陆的思想 例如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近日宣布从10月1日起 使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胞 可以参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台陆委会却对此声称是大陆统战作为 对此 朱凤莲强调 这些灵活务实的做法都是大陆主管部门 在认真听取和积极研究台胞意见基础上 做出的安排 充分体现大陆各有关部门 不断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政策措施 全心全意 为台胞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事 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方面关心照顾台胞 一贯抱持阴暗心理 动辄攻击抹黑会台利民政策 蓄意误导 甚至威胁恐吓台湾民众 这实际上是对台湾民众利益福祉 很严重的伤害 另外 针对蔡英文宣称 未来要摆脱对大陆产品高度依赖 朱凤莲表示 事实充分证明 大陆始终是广大台湾同胞 台资企业投资新业的最佳选择 两岸加强经贸合作 台湾经济才能有更好发展 台湾同胞才能更多获益受贿 民进党当局一再干扰 阻碍两岸经贸合作是不治的 也不可行